为什么你在家一顿肉不是苦就是甜呢 要不然就是口感非常柴呢 其实做法非常艰难 今天小胖一分钟教会大家 跟王嫂要了一条五花肉 咱们先给它切成大长条 然后像我这样切成小块 记住这个皮连着啊 切好之后是这种效果就可以 然后咱们冷水下锅 加上一勺料酒 大火烧开 把肉煮三分钟 然后给它烙出去 用清水洗净 先把锅烧热 然后加入一勺凉油 油热之后加上大号的葱酱和干辣酒 给它们炒出香味 然后把五花肉下锅 小伙把这个五花肉两面都给它剪出嘎着 想把这个肉做的红亮红亮呢 你就不用熬糖色了 今天我推荐你用这个红烧调味酱 平时能给老铁们六个 现在去拍都是八个 这个酱非常好吃 其他什么调料都不需要放 可以做各种的红烧菜 加上半瓶没过期的皮油 然后摸过五花肉的清水 口味特别重的老铁 加上一小条的精炎 开锅之后转小火炖30分钟 家门再加炖肉 放上点滴酒 这样会使这个肉快速而软了 还可以去行增小 我把做菜的每个计票 都分享给老铁们 有双鸡花就给胖点一下吧 小胖感谢大家 最后把这个肉炖的烂烂呼呼的 然后大伙给它收干汤枝 你看看这个肉这么做 有没有死约 照顾弄它二两 皮鞋又能给你喝丢肉